无意劳动节才刚刚过 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就透露说 希望催促立法让企业为劳工加薪 而政府用补贴的方式来协助 不过目前呢都还在讨论这个法令的阶段 需要跨部会的合作 才能强化这个企业照顾员工的社会责任 股价标涨你的薪水有没有涨 劳动节刚过 劳委会主委王如玄透露 目前正在搜集讨论相关法律资讯 就是要为劳工朋友们来加薪 有些企业都号称我非常的关心社会 那也都会对很多的团体去做一些捐款 那我们呼吁先照顾好自己人 照顾好善待你的员工 不过要让企业付出超过劳动基准法令 更多的责任怎么做 除了要给企业棒子施压力之外 也要有萝卜给优营 外劳的人数的部分或者在贷款 或者是在补贴 或者是在税金上面给他种种优惠 劳委会有这样的美意 不过还是有人持反对意见 政府是不宜 去业界去管企业的到底是哪一个 有没有调调多少 到底你站不站立法来帮助企业加薪 我们是觉得用一些行政措施为主 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 就已经可以了 针对立法实诚 王如雪没有明确说明 认为需要跨部会来合作 才能强化企业照顾 劳工的社会责任 跟饮料人数据过去 帮助企业来合作 感谢观看